Dacon有話兒 大家好,我是Mini 今天又來到Dacon有話兒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在我的Dacon生涯之中 一些比較有趣 令我留下一些比較深印象的客人 如果你有興趣去聽這些故事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其實小朋友獨自搭飛機的話 家長可以訂一個服務 叫做Unaccompanied Miner 即是由Check-in開始 到上機直至下機 都會有地勤或空中服務員 特別照顧他 而飛機座位方面 如果飛機不滿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人坐他旁邊 但如果飛機滿到突突合的話 他旁邊就會安排一位女士去坐 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誤會 而由Check-in開始 會有地勤照顧他 而照顧Dacon 都會由女士去負責 我當年就試過照顧一個 由菲律賓去導賣讀書的小女孩 因為她很早轉機過來 然後很晚才離開 我基本上是看著她一整天 我們就無所不談 還交換了Facebook 之後就繼續有聯絡 我還記得她那時跟我說 她很想做空姐 所以就會問我一些小知識 後來她越來越大 我們就比較少聯絡 但是我在Facebook 都會時不時看到她的照片 她現在變成了一個性感小辣妹 不知道為什麼有種家長的心態 我是很怕她會學壞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比較有印象的客人 然後第二個印象深刻的客人 就是在後補機位櫃櫃遇到的 其實有很多的航班 特別是歐洲、美國、長途線的航班 都是在凌晨之後的 很多人都會看錯了日子的 例如說是12月12日的凌晨12時半這隻機 其實就是11日晚上起飛 即是11日晚上的12日凌晨 而不是12日晚上的晚上起飛 很多人都會看錯了、看漏了 不知道這一點 便會遲了一天來 飛機有空間的話 可能跟機票的保簽就能夠上 如果飛機是滿的話 你就要後補了 就會有這個後補機位的櫃櫃存在 有一次一位後補的乘客 就是一個荷蘭籍的客人 他很大隻、很高 整個巨人 過來後補,他錯了那班航班 那一晚都算是比較平靜的 所以我們就聊了很多 他為什麼會來香港呢? 他是來香港打工夫 他應該是略有名氣的 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那晚他就跟我探討一下 香港的文化 他很熱愛香港這個地方 然後他又會去喝茶 說他喜歡吃什麼點心 他亦都跟我說他在荷蘭 是有酒店的 如果我去到荷蘭 跟他說話 他是可以給我房間住的 可惜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接觸了 好了 第三個客人呢 就是一個很美好 很甜美的驗譽 我經常都說 地勤是一個經常可以OT的行業 只要你不想下班 只要你很想上班 多多工都可以回到你 而我這個驗譽呢 就是發生了在這個 香港機場大陵浪的日子 香港的機場是豆腐來的 他經常性都會delay的 有時候可能是 某一兩班航班delay 有時候是會 全部航班都會delay 那就是發生了這一天 這位非常英俊的發責 年輕人 他就是要搭飛機去歐洲 但是那天因為飛機delay的太厲害 他就決定改航班去下一天 然後呢 今天就出回香港 但是機場是一個被你彈出彈入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cancel一個航班的話 就一定要有地勤去assist你 我就成為了一個幸運的小地勤了 由他決定了cancel航班開始 那我就要帶他去到港塵 然後出回Immigration 那在這段路程呢 他就一直跟我聊天 就問我為什麼這麼晚都不下班 那我就回答他 本身我下班了 但是有這些case的話 我們就要OT的了 那他就問我 是不是帶完他出去呢 我就可以下班了 那我就回答是 那這個真的是事實來的 然後他就再問我 你怎樣回家之後 我就回答他 我要轉車再轉車再轉車 那他就竟然問了一句 不如我載你吧 那他真的發發電了 那個帥哥 半夜生間 哇 載我 他不是開車載我回家 他是坐的士順便載我回家 因為其實航空公司delay的話 而又是這麼凌晨沒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下 航空公司是會賠償交通費給他們的 所以他坐的士是可以claim回航空公司的 那當然 那一刻我以為他開玩笑 但是他最後竟然出現了在我下班的地方 真的等著我 坐的士 載我去一個我有車回到家的地方 嚴重的重點來了 就是我們到別的時候 我是得到一個髮式的到別 就是那些 那些呢 真的很開心啊 我們在車上是有說到大家的工作 他是香港的一個金融財政 是給了卡片我 但是我也是沒有聯絡他 是的 所以這個驗譽就告一段了 但是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美好的凌晨來的 好了 到最後一個 第四個深刻印象的乘客 就是一位台灣的男士 本身我對這個男士是零印象的 他是一個極普通被我 reject check-in 的客人 他是拿著台灣護照 要去菲律賓 但是他不知道 原來台灣護照去菲律賓是要簽證的 所以他來到我跪位的時候 我都很緊張 因為我不可以亂這樣 reject 那一刻的 我都查得很清楚 一個系統那裡真的要簽證 而他又真的沒有 的時候才reject他 然後過了若干一段日子 你知道地勤其實是工作繁忙的 有時候坐這個位置 有時候坐那個 我竟然遇上同一個的客人 對了 我怎樣知道呢 其實我真的不記得了他的樣子 他的名字 所有東西都不記得 是客人突然說起 就說 我上次也有來過 check-in 然後地勤因為我沒有簽證 reject了的時候 這麼熟口臉 這個就是被我拒絕了的客人 報應回來 那我就要再次check-in這個客人 當然啦 這個客人這次很乖 我做了一個fairly的簽證 就很順利check-in了他 那我最後也有跟他說 其實上次reject你那個 都是我來的 你認不認得我 但他已經對我完全毫無印章了 對了 那這件事呢 都是覺得千選萬選 竟然都是給我去check-in 明中注定可惜 他是一個屬屬來的 是一個應該有酸的屬屬來的 唉 好了 那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四個 在我地勤生涯裡 比較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除了說這些無聊小故事之外 我還是加插了一些地勤小知識 希望大家聽我說故事之餘 還會有些東西可以帶走的 對了 如果你都喜歡這個 被騰有懷疑的系列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逢星日六假日三點 逢星日日假日 逢星日日假日 逢星日十二點 對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